各位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et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上期课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了一下 关于我们content provider以及content reserver的一种使用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知识点来讲解 那我们本节课讲解内容呢,是观察者 OK,那么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那么在之前呢,我已经给大家创建了一个类 咱们叫做content observer activity 按例呢,我呢,只给了一个ID test 里面放着我们请输入短信验证码 首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观察者的一个使用场景 好,第一场景呢,我们就是监听短信,获取短信内容 然后同样呢,我们第二个 它还可以做到监听自己的数据库发生变化 直接获取改变内容 好,同样呢,其实在我们之前大家学过的那个适配器 adapter,在它调用它的notify dataset,changed 这个方法呢,其实就已经在使用我们的一个观察者模式 只不过在我们之前的时候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数据源已经发生更改了 那么它其实怎么发生更改呢 也就是我们观察者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在安卓当中如何使用观察者呢 这里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类 咱们叫做它content observer 它就是在我们安卓当中使用的观察者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步骤 好,第一步呢,我们还是子类化 content observer OK,我们今天设计的案例呢 是给大家以一种短信验证码的一种获取 来做到我们观察者的一种实现 现在很多市场上应用呢 在我们点击获取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短信验证码发过来的时候,我们页面既没有跳转也没有实现其他的操作 我们会发现短信的验证码已经填写在我们这个收入框当中 那么它的一个实现原理呢,就是依照我们观察者的一种实现 那我们今天的演示案例呢,也是使用它来实现的 那既然我们首先要用到观察者了 我们得先看一下这个观察者到底是什么 我们第一步叫做子类化content observer 所以,我呢就在这外部呢,给大家创建一个类 比如我们叫做smsobserver 它继承的是extends,我们content observer 那OK,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需要实现一个构造器 那我们就把构造器先给它拿出来 好,创建一个构造器 这是我们当前smsobserver的一个构造器 这里面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大家看一下,系统给定的是一个handler 来,处理我们当前返回的一些内容 好,我们进入到content observer receives all callbacks for change of content 它会收到我们内容发生变化的所有回调 好,我们就把这个构造方法呢,先给大家拿到这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 我们做的案例呢,是实现监听我们系统的短信 这里面呢,需要给大家调入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是一个onchange方法 这个onchange方法呢,我们又把它叫做 系统发生变化的时候执行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onchange方法 this matter is called when a content changes occurs 如果我们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 好,这里面呢,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什么叫做发生变化被调用呢 怎么样让我们当前的案例呈现在ID test 显示我们当前短信内容呢 来 如果当前手机获取了短信 其实就是给短信的相关数据库插入一条字段 我们只需要监听当前的短信数据库是否发生变化 如果发生变化 就将变化的内容取出即可 那这也是我们本节课案例的一个流程 好,你比如我们既然已经把smsobserver给它实现了 我们就在前台初始化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者 有了我们的一个观察者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对它进行一下初始化 好,首先这里面需要传入一个handler对象 大家handler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来处理消息发送的一种机制 我们把这个handler呢来给大家实现一下 比如Android OS Pro下面的handler 我们就new一个handler对象 当然这里面呢需要传入一个callback 那我们就直接new一个handler.callback 好,我们把里面的handle message方法呢给它实现掉 并且我们把发挥值改为处 OK,那么如果谁使用我们的handler 不要用send message的时候呢 他就会在我们这内部执行它里面的handle message方法 好,我们把这个handler对象呢 作为参数传入我们observer对象当中 这一步呢也是我们初始化 observer对象 既然初始化了,接下来我们就做到 对观察者我们要实行注册 所以咱们第二步 也是使用观察者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使用时候需要对观察者进行注册 并且咱们android当中所有动态注册的东西 都是在不用的时候解除注册 OK,我们的注册该怎么去注册呢 大家注册观察者 不是按我们之前的一种逻辑进行注册 而是使用我们的content reserver 所以我们在使用注意点的过程第二点就是 结合我们的content reserver进行使用 OK,content reserver呢我们还明白 它的一个初始化呢我们直接使用上下文对象进行获取即可 OK,我们把reserver呢也同样对它进行一下注册化 好,注册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就使用reserver对象 这样它的一个reserver content observer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方法就是 那它这里面需要回传几个参数呢 首先第一个UI类型 这个UI类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观察者观察的UI对象 同样,notify for the secondance 是一个for类型的变量 那么这个值呢如果为处的话 表示在我们第一个观察的UI下面 它的子UI如果发生变化都会被观察到 而给定false呢我们表示只会观察到当前的UI 同样第三个参数就是我们所注册的观察者对象 好,我们给定 如果为处表示在UI下面的子UI发生变化都会观察到 false就不会观察 OK,参数3呢就是我们注册的观察者对象 那这个UI呢我们使用之前给大家写好一个类 咱们叫做smsutils里面有一个sms 好,我把它来复制一下 它呢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咱们进入看一下 大家,我已经在这个smsutils 我呢在之前定义了一个工具类 utils包下面有一个工具类 smsutils 这里面我定义了两个字端字端 一个叫做sms 它表示是短信的UI 还有一个叫做inbox 我们表示收件短信的UI 那至于这样的UI呢 我直接给大家来代入了 咱们这个呢就不做讲解了 因为在我们安卓系统当中有很多系统的UI 大家可以上网直接来查到 那我们把这个sms扔过去 扔到我们第一个参数 那它是一个UI类型 所以我呢要对它进行一下转化 并且呢我们把第二个参数类型给定为tru的时候 表示我们收件箱呢也能接收到 因为我给定的是一个短信的UI 如果为false呢我们就接收不到 同样第三个参数observer呢我已经给定了 ok我们把它来写一下 好我们使用ui.pass 这样一个字符传类型呢我们转化成 UI类型 同样第二个值呢我们给定为tru 表示我监听子UI 第三个类型呢我们就给定当前我们使用的observer 已经定义好的observer 好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注册 那我们在uncreate方法当中注册 同样对应的我在undestory方法当中解除注册 解除注册的方法呢也是使用我们 reserver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unrejust content observer 好 我们只需要给定咱们的observer对象 这个就是解除注册的观察者 他就会在页面初始化的时候注册一个观察者 观察对应的这个UI下面的数据是否发生变化 如果发生变化 就会通知我们smsobserver这个对象 并且呢他会用smsobserver里边的handle对象来进行处理 好我们就回到咱们smsobserver当中 咱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实现 那么如果对象发生变化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的unchange方法会被调用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查询一下短信数据库 我们怎么样进行查询呢大家会想到用我们当前的这个reserver对象进行查询 而我们的reserver呢是在我们activity当中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想的我们把reserver对象呢作为构造方法 传给我们的observer对象 那我们想想这种之路合不合适呢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想一下 咱们当前的reserver只需要一个上下文对象 就可以直接调用它的getcontentreserver进行实现 如果传递的是一个上下文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的事情就有很多 不单单去传一个reserver对象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smsobserver的构造方法呢 我们添加一个参数 比如我们添加一个contest 那这样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当前的handle的对象 首先我们把handle的传入 并且我们在当前的一个上下文对象也传入 那回到我们observer当中 我只需要把当前这个contest对象给它取出来 并且进行使用即可 而我们这里面进行查询我们要使用reserver对象 所以呢我就在前面先去声明 并且初始化我们出来的reserver 那么它的一个初始化呢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 对这个reserver使用我们contest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getcontentreserver OK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reserver对象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我们就调用reserver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query方法继续查询 而查询呢我们是哪个UI呢 还是我们ui.pass 这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查询 搜紧项信息 所以我们使用smsutils 调用它的一个inbox 同样第二个字段呢是一个stream类型的projection 咱们代表查询某些字段 我呢在上面给大家定义出来 咱们这个stream类型的速度 我们叫做projection 这里面我们需要查询哪些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缸ID 咱们在查询所有的数据都需要给定缸ID 并且呢我们把address去查一下 还有我们当前的type 字段 以及body 短信内容 大家对于这些查询内容呢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短信数据库 然后看一下它里面的表 好我们就把第二个projection也给大家拿到 同样第三个数据呢我们给定浪值 还有selection x呢我们也给定浪值 order by呢我们就根据data 也就是我们的日期将降续进行排列DNC 那么它的一个返回值呢是一个caster游标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操作这个caster即可 如果刚它caster不等于空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便利caster 好这个caster呢我们只需要查一条数据 所以我们直接调用caster.move to first 如果它能移到第一位的时候 表示我们是有数据的 那我们就取出最新的短信 因为我是按照dataDNC来降续排列的 所以我们进行第一条数据的取出 就是代表我们最新收到的消息 那我们就根据caster去取出 比如我们先取出get string类型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根据caster 就要用它的get column index 根据咱们address进行一下取出 好我们给它定一个字段 咱们就叫做address 好取出address呢 那么-id type以及body呢 也同样可以利用这样进行取出 并且呢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打印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呢 已经取出并且打印 那我们取出这个信息需要干什么呢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了我们在上方 所传递过来的这个handler对象 所以呢我们就在第一个信息当中 我们定义一个handler来进行承接 Provite Handler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勾到方法当中 把handler对象呢给它承接一下 我们就使用handler进行承接 而我们的使用就是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消息的发送 而发送的消息呢我们可以把它封装成message对象 而这个message呢是我们定义在android 然后os包下面的message msg 那么它的一个初始化方式呢 我们使用message.optim方法 从消息值当中直接获取消息 然后我们给定message的msg的what值 我们给定100 用于标记 然后我们把它的一个obg的变量呢 我们复制成我们当前的这个bol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息体 这时候呢我们就定义用handler的对象 它的一个send message 把我们当前这个msg发出去即可 发送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caster进行关闭 定义它的close方法进行关闭 那么大家它发送的消息又被谁接收呢 咱们这个handler是用构到方法传入的 也就是说你使用的handler对象进行发送 那么就在他所对应的这个对象当中 进行接收 而这个对象呢就是我们在前台 所使用的handler的对象 也就是他会回掉自己的handler message的方法 那我们在这个前台当中 只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进行if类型的判断 如果msg的what值 我们等于100 表示我们刚刚发入的标记呢就是100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当前这个aliate test 进行复制即可 我们就要用send test 而这个值呢就是我们msg当中拿到的body 我们使用obg 这样它的一个to stream方法 那么最终呢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这个manifest当中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权限 而这个权限呢就是我们读取当前短信的一个权限 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叫做readsms 好我们把这个权限添加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已经把当前的acuity设置为手箱启动 咱们把这个案例呢来给大家运行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拿的是一个4.0.4的一个模拟器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使用的是一个谷歌自带的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拿到ddms 如果在使用之前的genimotion或者说是夜神等一些模拟器的时候 在付费版本当中它可以开通我们当前noter control的一些处理 但是在免费版本当中它是没有办法拿到的 所以我就直接拿咱们谷歌原生的模拟器进行测试 OK我们运行在这个模拟器上 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呢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就把咱们的ddms呢也给大家来拿一下 好我呢作为一个incoming number 咱们做到一个短信模拟发送的效果 你比如我给他10086 咱们在获取短信验证码的时候呢 一般会是四位或者六位的一个短信验证码 并且是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相结合 你比如我们叫做as15 好我们点击send 咱们要做到就是在当前的这个idtest当中进行获取 看一下咱们的案例能不能实现 比如我们点击send OK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案例当中呢 已经把这个数据进行获取 并且大家在我们拉下来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模拟了10086 发送的一个短信 is15 我们的idtest呢也进行读到了 那这就是我们content.observer的一个使用 那它的一个使用 我们做一个支持点的总结 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子类化content.observer 同样第二步就是实现里面的 购物造方法 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是重写里面的 这个叫做unchange的方法 在获取改变的时候 使用handler进行消息的发送 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们观察的内容发生变化就会 实现的方法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节课当中给大家实现的 我们监听短信发生变化的一个观察者 那么在本节课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来个思考 比如我们在使用content.observer的时候 一般会使用在观察者当中 怎么去定义它的构造器呢 大家回忆一下我在写smsobserver的时候 怎么定义的构造器 那为什么又这样去定义呢 好这个问题呢留在大家下来的时候思考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课程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MAT学院更多精品课程